我不是美工 我也沒有美工的天分 我想大部分人也不是美工 可能也沒有天分 那麼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 做出高質感專業的YouTube縮圖呢? 馬上教你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有事先拍好的一些 要成為我們將來縮圖的一些照片 那等一下我們要介紹那個工具裡面呢 它有一些現成的圖片 但是我覺得為了表達誠意起見 我們當然是視線自己先拍好一些圖片 接下來我們到App Store去下載編輯說圖的 超級工具 Canva 那以工具軟體來說 4.9分的分數已經相當的高 相當相當高 再來就是各位看一下 它可以建立什麼呢? 海報DM啦 名片啦 甚至一些卡片等等 很方便 然後我們往下scroll down 往下scroll down 把它打開 各位在這邊可以看到我拿近一點 它可以做什麼東西呢? 它可以去編輯 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這些東西的什麼 圖片 Snapchat啦 卡片 邀請卡 照片 拼貼 海報 傳單 簡報 名片 這麼多 哇 太可怕了 再來什麼呢? 你可以在上面 照片上面自己填文字 它免費的圖片 很多 它自己寫上百萬張 我不曉得 但是有很多 你可以編輯照片 你可以放濾鏡 編文的東西呢 你可以直接發布 而且它是免費的 各位同學 太可怕了 這種東西是免費的 當然不是啦 裡面有一些 Template 就是Model 它是要付費的 但是光免費的東西呢 我們就已經 足夠我們使用了 抱歉 剛剛一直講Thumbnail Thumbnail 那什麼是Thumbnail呢? 就是什麼的 鎖圖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Canva打開 在這邊 打開 打開 一打開之後呢 各位馬上就可以看到 一些什麼東西呢 一些Model 或者一些Template 那 在左下角 這邊有個按鈕 叫你的設計 事實上 到目前為止 我的好幾個 YouTube影片 都是透過它來設計 Thumbnail 就是圖片 那現在我們就實際 來做一張 YouTube的縮圖 就 假設走我們剛剛 看到那個風格 所以我在這邊呢 可以打下去 事實上 我之前已經打過了 所以 這邊就直接跑出 那個關鍵字 YouTube縮圖 我點下去之後呢 哇 瞬間跑出來 我可以參考的模板 就是Model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麼多的 模板 Model縮圖呢 它有一些是免費 像這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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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些是需要付費的 那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當然 使用免費的 盡量去使用免費的 應該就足夠 那我這麼多可以調 那之前呢 跟各位說明 我就是調這一個 這個縮圖 那要怎麼做 屬於我們自己的縮圖呢 事實上很簡單 我只要點一下 就進去了 OK 那接下來呢 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點這個照片 Double Click 它說我可以怎麼樣拖拉 調整這個影像 那我先按個取消 接下來在下方呢 就會出現我iPad裡面呢 所有的照片 那我就可以挑一張來做編輯 我們隨便挑一張好了 假設譬如說是 呃 看一下齁 要哪一張比較好 就挑這一張好了 再這一張 各位 當我一 點了那個照片之後呢 直接在上面 就呈現了 我一打開就看起來 就挺舒服的 對吧 Canva還有濾鏡的功能 假設我們選擇的是這個濾鏡 那Double Click 手指點兩下 點進去之後呢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強度的一個scroll bar 所以你可以這樣拉 調整這個濾鏡的 顏色的深淺 也就是強度啦 非常非常方便 當你決定之後呢 在右下角這邊按個完成 這樣就回到主畫面了 回到主畫面之後呢 我們看看其他的功能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影像 那這邊也有免費的圖片可以用 但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圖片 我們就不用了 那第三個選項是顏色 那這個顏色點下去呢 整個圖片會換掉 會變成我點的那個顏色 譬如說我現在點粉紅色 整個圖片都 底色會變成粉紅色 我的圖片就不見了 遇到這樣的狀況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做壞了 做錯了的時候呢 我們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有一個箭頭往左 往左指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 就是roll back 馬上就回去前面的那個狀態 看你做錯幾個步驟 你就點擊一下 它就會roll back到前面的那個狀態 這樣就行了 言歸正傳 我們開始要編輯這個縮圖 可以怎麼做呢 我就點兩下 接下來我可以修改文字了 假設我要打相機教學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按完成 好 這樣就上去了 那這個文字呢 事實上我是可以 上下左右移動的 這個太好了 太方便了 非常非常直覺 那這個文字還有什麼參數可以調呢 最常調整的參數是什麼 譬如說文字的顏色 我點這一個色盤 好 那我可以去選擇 假設我要紅色 好 這樣就變紅色了 好 文字的大小 可不可以調也可以調 可不可以看到 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好 假設這個就是我們的大小 那右下角這邊有個完成 按了之後呢 就固定了 好 那一樣 我還是可以去移動這個位置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調什麼 這個橫槓 當然也可以調 顏色也可以調 但是這個顏色看起來不錯 我們就先留著 下面這個文字呢 是不是也可以改 依照剛剛的方式 一樣是可以改的 但是這個位置我覺得需要調整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把它往下拉 這個也往下拉 橫槓也往下拉 好 相機教學這文字呢 我也可以把它往下拉 放在這邊 放在右邊 放在左邊 都行 那一旦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左上角 點了之後呢 回到 左下角這邊 你的設計 各位可以看到 Thumbnail在這邊就出現了 那這個Thumbnail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可以把它做分享 分享到哪裡去 哇 可以透過這幾個方式去做分享 還有什麼呢 我們可以建立副本 就是Copy 重新命名 或甚至把它刪除 那我們重新把它打開 點兩下 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這邊呢 有一個按鈕 我可以把它存到 什麼呢 存到我的那個 相片夾裡面去 已經儲存至手機的相簿裡面去了 那我們把它打開 相簿打開 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 在 最下面 這邊 有嗎 已經在這邊了 很清楚 另外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在這邊做的東西啊 都會存在雲端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登錄 註冊有登錄帳號 那之後呢 假設你要在其他的iPad 或在其他的 或者你的手機上面做編輯呢 你把手機的App打開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同樣的這些 你已經完成的作品 所以說 非常非常方便 你走到哪裡都可以做編輯 這個App的範本 真的是太多了 免費的 太多了 我舉個例子 我們剛剛不是有搜尋過 YouTube縮圖嗎 免費的有這麼多 你往下scroll有好多 當然付費的也有 你看 真的是看不完耶 真的是看不完 好 那如果你要做其他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要做海報 點下去之後 也有海報 免費的 各位有看到嗎 免費的好多 一樣好多 像這個也是免費的 我隨便點開 那一樣可以去做編輯使用 Double Click 就可以開始做編輯 這個照片都可以拓拉的 那我們取消 推出 接下來你還可以什麼 我要做賀卡 哇 又是一堆了 真的 你只十根手指 你只要剩一根 你就可以做操作了 真的太簡單了 這東西真的太好太好用了 非常非常的推薦 大家要做縮圖 要做賀卡 要做海報 上面免費的資源可以使用 做出來的東西簡單又大方 另外我要秀一下 之前沒有透過這個工具做出來的東西 跟這個 效果比起來有差多少呢 舉個例子 之前我曾經做過一個這個 這個影片 那個時候是沒有透過工具做的 各位可以看到 真是醜不拉雞 醜到這個火車都不讓它做 真是太醜了 同樣的東西 我透過這個APP做出來 可以長什麼樣子呢 可以長這個樣子 質感完全不一樣 那 如果有兩 如果有同樣一個影片 但是是 這兩個不一樣的Thumbnail 你會點哪一個 當然是點這個嘛 這個比較好看啦 比較吸引人 對不對 成為我頻道的會員 按一下訂閱 給我鼓勵 我會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謝謝